诗曰 洪水漂流患难遭 堪接幼子团棚薅 中宵访计贡家时 娇子私夫 泪暗抛 且说着岳飞出了门 亦是应证了母亲出来打柴 却不知道往何处去方有柴 一面想 一头望着一座土山走来 立住脚四面一望 并无一根柴草 一步步只走到山顶上 四下并无人计 再爬到第二山后一望 只见七八个小丝成团打块地在荒草地下玩耍 里面有两个却是王源外左边邻居的儿子 一个张小乙 一个李小二 认得是岳飞 叫了一声 岳家兄弟 你来做什么 岳飞道 我奉母之命前来捡些柴草 众小童齐声道 你来得好 先不要捡柴了 同我们堆罗汉玩 岳飞道 我奉母命叫我打柴 没有工夫同你们玩耍 那些小丝道 哼 动不动什么母命 你若不肯陪我们玩 就打你的狗头 岳飞道 你们修要取笑 我岳飞也不是怕人的 张小乙说 谁与你取笑 李二接口道 你不怕人 难道我们也倒怕了你不成 王三说 不要与他讲 上前就是一拳 赵四就跟上了一脚 七八个小丝一起上前打成了一团 却被岳飞两手一拉推倒三四个了 趁空脱身便走了 中小四道 你 你走 你走 口里虽是这等说 却见岳飞厉害 不敢追了 有几个反感到岳家来哭哭啼啼 告诉岳安人 说是岳飞打了他 岳安人说了几句好话 安顿他们回去 那岳飞打脱了中小丝 却往山后折了些枯枝 装满一筐 天色已晚 提了那筐篮 慢慢地走回家来 走进门 放下柴篮 到里边去吃饭 岳安人看见篮内据是枯枝 便对岳飞道 我叫你去捡些乱柴草 反与小丝们撕打 惹得人上门上户 况且这枯枝乃是人家花木 唐被山主看见了 岂不被他们责打 而且还爬上树去 如果跌降下来有些插持 叫娘以后怎么办 岳飞连忙跪下 告道 母亲先不要愁闷 孩儿明天不娶枯枝便是了 岳安人道 你先起来 如今不要你去捡柴了 我想来在园外里边取得这几部书留下 明日我教你读书 岳飞道 锦衣母命便是了 到了第二天 岳安人将书展开 教岳飞读 拿经得岳飞资质聪明 一教便读 一教便读 一读便熟 过了数日 岳安人叫道 岳飞儿 为娘这些日子积散的有几份生活银子 你可去拿些 买些纸笔来 学写书法也是要紧的 岳飞想了一想 说道 母亲 不必去买 孩儿自有纸笔 安人道 在哪里 带孩儿去取来 随即去取了一个簸籍 走出门来 进到水口边 满满地装了一簸籍的河纱 又折了几根洋柳枝 做成笔的模样 走回家来对安人说 母亲 这个纸笔不用银钱去买 再也用不完的 安人微微笑道 这倒也好 就将沙子铺在了桌子上 安人将手把了柳枝 叫他写字 把了一会儿 岳飞自己也就会写了 岳飞从此在家朝夕读书写字 再说说王源外的儿子王贵 年纪虽直得六岁 却生得身强力大 气质粗鲁 一天跟着家人王安到后花园中游玩 走进了百花亭上坐下 看见桌上摆着一幅象棋 王贵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有着许多字在上面 做什么用的 王安道 这个叫做象棋 是两人对下赌输赢的 王贵道 那怎么算是赢了 王安说 要么是红的吃了黑的将军 黑的就输 黑的吃了红的将军 黑的算赢 王贵说 这个有何难的 你摆好了 我和你下一派 王安就把棋子摆好 把红的送在王贵面前说 小官人请先下 我若先动手 你就输了 怎么我输了 王贵于是将自己的将军吃了王安的将军 便说 去不是你输了 王安笑道 哪里有这样的下法 将军都是走得出的 还要我来教你 王贵道 放屁 做了将军 有的我来做主 怎么就不许走出 你骑我不会下棋 反来骗我吗 拿起棋盘就往王安的头上打了过来 这王安不曾提防 被王贵一棋盘打得是头上鲜血直流 王安叫道 哎呀 双手捧着头 转身就走 王贵随后赶来 王安跑到后堂 园外看见王安满头鲜血 问了其缘故 王安将下棋的事 禀报了一遍 还没有说完 王贵恰恰赶来 园外大怒 骂道 畜生 你这小小年纪竟敢如此无礼 于是将王贵头上一脸打了几个大包 王贵见爹爹打骂 飞跑地逃进房中 在母亲面前哭道 爹爹 爹爹要打死孩儿 院君忙叫丫鬟拿果子给他吃 说道 不要哭 有我在此 话还没说完 只见园外怒冲冲地走来 院君在房门口拦着 园外说 这小畜生在哪里 院君也不回答 就把园外恶狠狠地一掌反大哭起来 说道 你这老杀菜 今日说无子 明日到少儿 愧得岳安人再三相劝讨妾 才生的这么一个儿子 为这什么大事就要打死他 这愤嫩的骨头如何惊得起打 罢了 罢了 我不如与你这老杀财拼了命吧 就一头往园外撞来 幸亏得一众丫鬟使女连忙上前拖的拖劝的劝 将院君扯进房去 园外只气得开口不得 只争的一句道 哎呀 巴拉 巴拉 你这般纵容他 只怕误了他的终身 转身来到中堂 闷昏昏每个出气的地方 只见门宫进来禀报说 张园外来了 园外叫请进来 不一时接进里边 行李坐下 王明道 贤弟 为何尊重有些怒气啊 张园外道 大哥 不要说了 小弟因患了些风气 步履艰难 为此买了一匹马养在家中 带在脚里 谁想你是张贤侦啊 天天骑了出去 撞坏人家东西 小弟啊 只得认赔 也非一次了 不到 今日又出去 把人都踏伤了 抬到门上来吵闹 小弟再三赔罪 与了他几两银子 去服药调治 方才去了 这畜生如此胡为 自然责打了他几下 却被你的不嫌地息护短 反与我大闹一场 脸上都被他抓破了 我气不过 特来告诉大哥 王明尚未开口 又见一个人气喘喘地叫将进来道 大哥 二哥 怎么办 怎么办呀 二人抬头观看 却是王明张达的好友汤文仲 二人连忙起身相迎 问道 老弟啊 为着何事这般光景啊 文仲坐定 气得出不了声 停了一会儿说 大哥 二哥 我告诉你 有个金老儿夫妻两个 租着小弟门守一间空房 开个汤圆店 哪知你这汤怀侄儿啊 天天去吃汤圆 把他做的都吃了 还说不够 第二天多做了些 他又不吃了 做少了又去吵闹 那金老啊 没奈何 来告诉小弟 小弟赔他些银子 把汤怀骂了几句 谁知这畜生啊 昨夜搬些石头堆在他的门口 今早金老起来开门 那石头倒降进去 打伤了脚 还好啊 不曾打死呀 那夫妻两个 哭哭啼啼地来告诉我 我只得又送他银钱 又送他去江洋 小弟自然把这畜生 打了几下 你那不嫌弟媳 反于我要死要活 打了我起面杖 这口气啊 无处可说 特来告诉大哥 王明道 贤弟啊 不必气恼 我两个也是同样如此呀 就将王贵张显之事 说了一遍 个个又气又恼 又没办法 正在无可奈何 只见门宫进来禀报说 陕西周同老相公 到此要见 三个园外听了大喜 王义奇出到门外来迎接 迎刀听上来 见礼坐下 王明开言道 大哥久不相会 一直听说大哥在东京 今天呀 什么风吹到此处啊 周同道 这因老夫年迈 将来在城内 卢家的时节 曾挣得几亩田产在此地 特来算算账 顺便呀 看看贤弟们 就要回去了 王明道 难得老哥到此 自然盘缓几日 没有回去的道理 王教除下 备下韭菜接风 以免叫王安 打发庄丁 去挑行李了 三个园外聚作闲谈 王明又问 大哥 别来二十多年 不知道 老嫂令郎 在何处啊 周同道 老七去世已久 小儿跟了小徒 卢俊义 前去争聊 墨于君众 就是小徒 林冲卢俊义两个 也拒被奸臣所害 如今 整个拘目无亲了 不知贤弟们 各有几位令郎啊 三个园外道 不瞒兄长说 我们三个 正为了这些孽障 再次诉苦难 三人各自把三个儿子的事 诉说了一番 既然年纪如此 为何不请个先生来教训呢 三个园外说 也曾请过几位先生 都被他们打去了 这样顽劣 谁肯教他 周同微笑道 这都是 这几位先生不善教训 以致如此 不是老汉夸口 若是老夫在此教他 看他们 可能打我吗 三个园外大喜道 既然如此 不知大哥 肯去留在此吗 周同道 那看在三位老弟面上 老汉就成就了侄儿们吧 三个园外不胜之喜 各个致谢 当日酒散 张汤二人各自回去 这天王贵正在外边玩耍 一个装钉道 原来请了狠先生来教学 看你们玩不成了 王贵听了 急急地循着张显 汤淮 商议准备 铁齿短棍 好打先生个下马威 第二天 众园外送儿子上学 都来拜见了先生 请周同吃上学酒 周同说 贤弟们且请回 此刻不是吃酒的时候 就送了三个园外 出了书房 转身进来 就叫道 王贵尚书 王贵道 客还未尚书 哪有主人先尚书的道理 这样不通 还亏你出来做先生 便伸手像袜筒那一摸 拿出一把铁齿 望着先生头上打来 周同眼快手快 把头一侧 一手接住铁齿 一手将王贵夹背一拎 揪到凳子上 取过戒方 将王贵重重地打了几下 你们知道 傅家子弟啊 从没有经着疼痛过的 这几下只打到王贵 服服帖帖 只得依他教训 那张显汤淮剑了 暗暗地把短家伙撇掉 也不敢放肆 自此以后 都听从先生用心攻读 且说这岳飞在隔壁 每天啊 都把凳子垫了脚 爬在墙头 听了周同讲书 忽然有一天 书同禀道 西乡有一个什么王老师 要见老相公 周同道 我正要去见他 快请他进来 书同应声道 晓得了 出去不多时 因那王老师到书房内来 见了周同便道 小人一向种了 老相公的田地 老相公有十多年 不曾到此 小人呢 将历年租米卖出的银子 收在家里 今天呢 听说老相公在此 特来看望 请老相公啊 前去把账算算 周同道 难得你老人家 这等时辰啊 便叫王贵 你进去对王安说 先生有个店户到此 可有便饭 给他拿一双碗筷 王贵 转身进去 周同又问 沐下田道如何呀 王老师说 小人田内啊 一年有两年的收成 今年和生双碎 岂不是老相公的喜事 周同道 和生双碎 主出贵人的 这也大奇 明日啊 同你去看 正说间 书同来叫店户外边吃饭去 当同就留王老师住下 第二天 周同对三个学生说 我出三个题目在此 你们用心做了这道题 带我回来批阅 一面说 一面换了衣服 便跟着王老师出门下乡去了 且说岳飞看见周同出门 心里想到 先生去出去 我不免到他馆中去看看 于是走过来 王贵看见了 一把扯住 叫道 汤哥哥 张兄弟 你两个人看看 这个人就叫岳飞 我爹爹常说他聪明得很 今天先生出了题目 要我们做 我们哪有这样的心情 不如找他带座 怎么样 张汤两个齐声道 有道理 我们正要回去看看母亲 岳哥 替我们带座了吧 岳飞道 恐怕做出来不好 不中先生之意 三人道 别太谦虚了 可千万别嫌麻烦 王贵恐岳飞逃走了 去将书房门反锁起来 对岳飞说 你肚中饥饿 抽屉里有点心 都给你吃 说完 三个飞跑得玩爽去了 岳飞将三个人 平时做的题目翻出来看了 依照个人的口气 做了三个试题 走到先生位上坐下 将周同的文章细细看了 不觉拍案道 我岳飞 若得此人训教 何从日后不得成名 立起来提着笔 站着墨 端过垫脚的小凳 站在上边 在那粉壁上 写了几句话 头笔由来 现虎头 须叫谈笑 密封喉 胸中好气 灵消汗 腰下清平 射斗牛 英雄自和条庚顶 云龙风苦 自相投 功名未遂 难而至 一再十人 笑必求 写完了 念了一遍 又在那八旬后 写着八个字 七岁又同 岳飞偶提 方才放下笔 忽然听得书房门锁响 回身一看 只见王贵同着张显 汤淮推进门来 慌慌张张地说道 不好了 快走 快走